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通胀的时期 这个时候股票往后都跌很多 跌30% 50%都不出奇 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 我们由一个增长的环境 慢慢去到一个通胀的环境 所以我们的资产就相对作出配置 尤其是看到美国是去到一个通胀的环境 而这个环境里面 如果你只是买一些增长型的资产 其实是不够的 需要一些可以 大家记住赞我的Facebook 因为有很多最新的消息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收看《威言大意》 今集这个嘉宾可能都会陌生一点点 不过他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威言大意》了 应该差不多是两个月前我有访问过他的 他就是Stash the Way的专门是做ETF的投资基金的负责人 Staphany Staphany 欢迎你 你好 各位观众你好 今次我可以看到你的样子 因为如果你来到我的办公室 是你看到我的样子我看不到你 我就是听声音的 今天特别亲切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真人见面 是的 首先介绍一下 再次介绍一下Stephanie 因为不是每个观众 每一集都看我们的视频 Stephanie她本身就在Stanford毕业的 应该是读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 Master的 接着他自己在McKenzie做过 在高闻做过 接着做了研究员 接着就自己帮家庭基金 Family Fund投资 又做过对冲基金 就是很多发生 虽然他的样子很年轻 但已经在这一行 他已经有七八年的经历了 所以他现在就是Stash the Way香港的负责人 听说你升职了是不是 是多东西做的 没有加你薪金 这些在这么公共的地方就不可能 两个月之前就 因为我们公司也是一个 除了我们因为做Algo之外 我们也需要一个投资团队 所以我成为了我们集团的副投资总监 所以现在就看看整个集团的一些投资的相关事业 很棒 再说一下Stash the Way是什么基金 它是专门投资ETF的 它是美股各个不同类型的ETF 如何做法呢 就是除了它有一个投资团队之外 它主要是Algo Trade 就是类似AI电脑程式的运作 但是有不同的AI 可不可以在这里再解释一下 就是AI和Algo Trade的分别 可以的 其实AI也是Algo Trading的一种 但是Algo Trading 其实也覆盖很多不同的东西 例如有些人做高频率交易 就是你设计一些技术的规则 例如用平均线 其实也可以是一个Algo Trading 我们用的是一个经济数据 用经济数据去判断 究竟我们在经济是什么阶段 另外我们就做了很多 我们所谓的Back Testing 就是说看一些历史的数据 根据这些不同的经济情况之下 每一个不同的资产里面 就是他们的表现是如何 然后再去做一个 我们所谓叫Optimal Portfolio 就是说一个组合里面 就是最佳的一些配搭 例如用七兆九支ETF去做一个 相对于经济环境里面 一个最稳定或者最佳的一个组合 来给我们的客户投资 所以我们用很多一些数据 我们用很多的 我们叫做Statistical Analysis 就是用一些统计学的分析 来做一些计算 去得出这些组合 所以我们的Algo Trading 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长线的 一个决策的方法 嗯 其实这个Algo Trading 在欧美是非常流行 流了很多年 他们Statical Analysis 是2017年 来到亚洲的 有几个外国的老板 设置了这个资产 然后就 刚刚在香港 设置了没多久 只是几个月而已 他们的资产尺导 都是10亿美元 其实很快 增长也很快 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第一 就是他们很便宜 收费很便宜 他入场费也一万元 就是帮你做下广告 虽然你没有付钱 我 但我也要解释 我觉得是很棒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一万元的入场费 然后是0.5%左右的费用 最低是0.2% 最高 这是每一年收取的管理费 是的 通常 平均来说 因为我们新加坡 已经有很多用家 香港刚刚开始了 但是计算我们的客人 平均摆钱 我们那里的收费 大概是0.5%左右 平均 你给的越多 他收的越便宜 给的越少 就越贵 就很简单 平均就是0.5% 就是每一年都收取0.5% 和普通对冲基金不一样 在这里和大家说 普通的对冲基金 就是我访问那些 几人 猛人 他们怎么收费 就是2%的annual fee 就是管理费 就是你给100万 准备100万的annual年 每一年都收你2% 接着如果帮你炒赢了 譬如炒赢了50万 今年的利润50万 在50万里面 再抽15%到20的费用 这个叫做表现费 如果没有虚钱的 他就没有表现费 如果是赚钱的 就收15%到20% 那一听下去 就是其实那个差的很大 那个费用 当然如果你找到好的对冲基金 你即使收20%都可以的 那这个市场有不同的选择 就是供大家参考 所以我觉得stash away 这个概念 就是专门投资美国的ETM的话 那我觉得也挺好 那他帮你选择 譬如你是中风险 低风险 或者是高风险 你喜欢有不同的股票 他们会帮你量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ETF 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散户 就是你没有时间看的人来做 就是你看看现在的股市 就是你买哪只股票 你随时中 还笑的 所以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们今年的表现是怎么样 今年其实我想看回不同的资产类别 表现的分歧也挺大的 因为表现得最好的当然就是一些可能原材料 譬如石油 例如团队购物 即是一些货币 即是一些货币運輸 那些率 也涨了几十分 那股票来说 其实也是中等的 比股也涨了十多分 但是你看看 香港的港股今年就没有涨过 很惨 很惨 但是譬如台湾股又涨20% 就是其实那个分别是很大的 那再看回 就是譬如 其实今年表现最差就是一些债券 那债券因为利息飙升的关系 所以就算买譬如政府债券 就是一些我们说是一些安全 或者避险性的资产 其实今年年初到现在都蝕钱 就是我看回 譬如国际债券是蝕了30%左右 那所以其实那个差别 就是刚才葳葳说的差别很大 那我们做组合的时候 或者做组合的时候 其实就是想 为什么要把不同的资产力放在一起 就是因为 有时候你譬如选一只股票 或者选一只ETF 未必100%是对的 但是你要衡量一下风险 和各种不同的ETF 或者不同的资产 放进去你的组合里面有什么贡献 譬如有一些是增长型的 有一些是防守型的 那变成了放进去一个比较 就是分散的组合里面的时候 你可以控制到风险 而且也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回报 那明白 基本上是 嗯 我们的风险组合 就由最低风险 上一次也说过 大概说过 就是那个Statuary Risk Index 就是我们的Statuary风险指数 那最低就是一个6.5%的风险指数 最高就是36%的风险指数 那年初到现在 我们最高风险的风险指数 30或36%的回报 其实我们最好的回报 反而是30% 那是7%的回报 今年年初到现在 那过往 就是12个月 这个组合 是升了28%左右 最低风险指数 最低风险指数 因为我们的阻止指数 是债 所以最低风险指数 最低风险指数 反而今年下降3% 但是你看回 其实 那个12个月 Rolling 就是过往12个回报 都有正4% 所以其实为什么今年债 那个表现这么差 那除了可能 可能稍后 还有港威通胀之外 亦都是因为 债券上年升了很多 所以今年 会回到一些 嗯 其实 我看回 就是 如果是NASDA 的话 其实今年的表现 也不错 是的 今年的表现 也有 成几两成的升幅 那如果你说 是你们最厉害的基金 都是 因为都是 买美部ETM 都是 例如NASDA 就是很厉害的 是的 你怎么解释 其实 首先就是我们 因为 我们虽然ETF 全部都是在 美国标准的 但是不只是 买美国股票 那如果看回 分布来说 譬如 30% 或者36% 的SRI 即Statial Risk Index 的组合 里面大概四成至六成是 美国股票 那 这四成至六成的 美国股票 分布了在 譬如 我们有做美国的 Health Care 就是医疗版块 也有做 也有买到 一些中小型的 企业 那 其实 就是美国那边 是 表现得挺好的 就是今年 但是我们也有 就是我们高风险的一些 组合 也有买到一个 叫做 China Internet 就是中资 就是中资科技股的 一些ETF 那 所以大家众所周知 今年 就是 今年就 两个东西了 这个 年初到现在 就是中国的 Internet 就是跌了 20%左右 这个就是年初到现在 因为年初上升了一层 升了20% 那由最高位到最低位 其实都跌了40%多 那 这个原因就不用再说了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中美政府 正在做一些措施 那 但是我想 看回两个东西 第一就是 由最高位到一跌了40%多 那其实 中国的科技股 是一个高风险投资 那 跌40% 其实 不是一个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而且发生过几次 就是很近 譬如 2018年 下半年的时候 也都是 由6月到12月 都是跌了40%多 然后另外一次 就是2015年的时候 由第三季 6月到9月 又是跌了40%多 那 其实今次跌40% 其实跟之前是一模一样 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用 譬如用Albo 来做这些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 历史是重复的 那大家知道 现在中国政府 是做了一些措施 但是其实 我觉得 这个原则 就是为什么中国股票 不是只有中国科技股 例如恒指 为什么今年 年到今日 都没有升 因为其实 我们很早 第四季度的时候 已经看到中国开始收税 那之前那几次 都是中国收税 所以中国收税 那些股票的表现 就会相对来不太好 但是很坦白的 就是我也没有猜到 中国的措施 会这么严峻 而且一直 还有新浪 但是我想 回看基本面的话 就是其实我们看到 盈利或者是股值 其实也开始有些改善 还有股值 当然现在 有40多% 比较便宜很多 所以 作为一个板块 我觉得是OK 但是当然 你要选择一些股票 那就要可能再找一些 就是真的找Hedge Fund的专家去做 明白 那我再问一下 譬如 如果是我买ETF 我买S&P的指数 或者NASA指数 就可以了 为什么买Stats 因为好像是透露你们 是的 首先 如果 如果各位朋友 有心想选择的话 我觉得 其实你可以自己 自己选择 没问题的 但是 我们做的事 就是第一 两方面 第一 就是 因为要组合出来 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 你可能买QQQ 买一只 那现在 今年的Eat Today很棒 但是下半年 是的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 大家要想的问题 是 第二样东西就是 有时候 就是 譬如我们 说了很多风险指数 就是管理的风险 那这方面 我觉得 可能数据 是可以帮到大家的 而这些数据也是 就是我们 一个比较 做的优势 那所以 就是 有时候 很多时候 就是 做买卖的时候 就未必会有这些数据 那所以 这个也是 为何我们 设计 有我们 的价值 之处 明白 其实 为何我找 Statney 上来聊聊天 因为 我有和他 WhatsApp 联络 他说 整个House View 有改变 嗯 对整个市场 是整个市场 有改变 所以他们 下面的 ETF 那些组合 股票 有比较大的改变 那么大的改变 我之前访问过你的 有大的改变 和你的House View 有改变 即使你不买他ETF 我觉得你听一下 这些敬意 他怎么分析的市场 我觉得对我们投资也有帮助 麻烦Stephanie 你们House View 就是怎么看市场 其实 我们有一件事是好的 就是 那些人都很透明的 就是 我们 譬如 所有东西都是 但是 但是 我们怎么做的方法 我们真的很乐意 和投资者分享 那 其实 可能 take a step back 因为 我可能 花点时间去解释 我们怎么做 那个 所谓的 资产配置 因为 上一次 都没有时间去介绍 这件事 那其实 我们用一个模特 就叫做 BRAAERA的 英文叫 Economic Regime Asset Allocation 那就是说 是一个 经济环境 道向的 一个资产配置 那这个ERA是 怎样做的呢 其实里面 就有三大支柱 那第一个支柱 就是 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 那第二件事就是 那个 股值 第三件事就是 我们叫做 Ritch Hill 就是防御网 应付一些突发的事件 那我可能说了 第一个支柱 因为那个 可能大家会有兴趣 知道更多 那第一个支柱 我们叫做 那个经济环境 那其实在 Stature 我们将不同的经济 即是 将经济的 那个Cycle 分成四个不同的环境 那 那这四个环境 分别就是 增长 通胀 滞胀 和放缓 就是 增长 就是增长 是不是 一个通胀 就是一个 通胀比较高的环境 滞胀 就是说你 通胀还是高 就是通胀还是高 但是你的增长 开始放缓 那到最后 就是一个衰退 就是说 recession 就是当你通胀 增长和增长 都是呈现一个下跌的状态的时候 那不同的资产呢 其实在四个不同的环境里面 它的表现都很不一样的 那最简单 就是大家最关心股票 那股票其实 就是这个回报最好呢 就是一个 我们叫增长的环境 就是当你有增长 但是通胀不是太严重的时候 就是不是太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股票 那个回报是最好的 那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就当然是一个recession 就是衰退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就是股票往后都跌很多 就是30% 50%都不出奇 那但是 就是现在 比如我们看到的 就是一个通胀的时期 通胀就是说 那个CPI 就是美国那边 CPI开始升温 那这个时候 就是股票的回报 都还是正回报 那但是 可能会多一点 那个波动 就是因为 整天都会担心 哦 加不加息啊 还是 就是因为通胀这件事 是会令到 资产会比较波动一点 那 所以 为什么 就是譬如债券 就是反过来 跟股票 就是recession 就是衰退的时候 就表现得最好 那 所以在不同的经济环境 我们就作出一个不同的资产配置 就是变成我们的组合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就是一个 在美国地区 那个 我们由一个 增长的环境 慢慢 就是去到一个通胀的环境 那所以我们的资产 就相对作出配置 那也可以讲多一点 那个通胀 那个环境 那 其实 如果看到现在最新的 那个 美国CPI 项目 去到 5% 就差不多 但是 其实 我想观众可能有问题 就是 其实这个是 暂时性 过渡性 或者是一个 呢 会不会都是 看到这个通胀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看这些数据 其实我们的分析就是 其实通胀有两种不同的通胀 一个是 供应 就是 供应 导致的通胀 另一个是 供应 就是 一个 需求所引致的通胀 什么 就是 供应的通胀 供应的通胀 就是 譬如以前有 食油危机 现在当然 没什么 需求型的通胀 就是经济很好的时候 所以现在 其实两边都看到一些 在供应那边 譬如 一些供应链出现了 都仍然在 shutdown 所以 你看到 譬如那些 container shipping 就是说 货柜 货柜的价格 就是 运一个货柜的价格 就是 升到9000元 都还没升完 原来好像还是很高期 那这些就是一些短期 里面的一些供应的问题 那我们觉得 其实 会慢慢解决的 但是 你解决可能不是 一两个月之间的事 可能是几个月 甚至是一年的事 亦都很 depend on COVID 那个reopening 那现在 又有 又有个变种 那 所以这两个东西 是 有点 我觉得 在中期里面 会继续看到 另外一方面 就是 那个美国的就业市场 那这个其实 也是一个供应的问题 来的 因为你看到 其实 美国现在还有很多人 失业的 就是 差不多一千万人 失业 但是 那些公司又说 转不到人 那其实 几种原因 可能是因为 就是美国政府 就是那个 疫苗接种 都还 是 ongoing 所以那些人 都没有很想上班 但是另外一个 就是 其实会不会 已经有一些 因为COVID之后 那些人的 那个 需要的人才 已经不同了 那变成 你以前做开 餐饮的 那现在要你去做 做 做 技术 根本就需要一些时间去调整 那所以 这个 我们是 特别的 就是通胀这个问题 我们特别的 就是在美国 都看到 而在美国以外的地区 都还是比较温和 OK 所以你未来是看到 是 温和通胀 还是很严重的通胀 我说美国 是的 严重的通胀 很久没有见过 这个世界 自从美国 即是2013年 开始做 即是开始大量生产 烧油 即是大量出石油 是的 是的 其实就是 刚才说的 那个 供应的 供应 导致的通胀 已经很少见到 那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 一些 很高 很高 惡性 是的 不是一个惡性的通胀 那 惡性通胀 以前是去到5% 6% 甚至是更高 那 现在我们看的 可能是一个 去到3%的通胀 环境 那 其实你说 是否很高 又不是 不过 以前 就是我们 这几年 都是一个很低通胀 那 都是可能1% 1.2% 那 联储局 也是 其实本来他们的目标 本来是2% 但是 疫情之后 他们都改了口风 他们说 我们想 我们的目标是 平均2% 而不再去到2% 我们就加息 所以我们 看到联储局 是可以 容忍一个 教育通胀 就是2-3% 他们都不会很 大力地去压制通胀 反而他们最担心 就是就业的问题 所以 美国还有一千万人失业 其实他们 工作的时候 或者他们去 去加息 或者去加息 其实都会很小心这样做 明白 所以你看到是一个Mile 就是一个温和的通胀 不过当然 我们是做投资 以前我们是觉得没有增长 现在会看到一些通胀 温和的通胀 未来的时候 你的方式 都有一定的改变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没错 因为我们其实 不是 就是 过往那几年 其实都不用怎么担心通胀 这件事 明白 你的资产配置里面 也未必需要有一些 可以防御通胀的一些资产类别 但是我们觉得 明白 其实因为我们 尤其是看到美国 是去到一个通胀的环境 这个环境里面 如果你只是买一些增长型的资产 其实是不够的 需要一些可以可以通胀的资产 所以我们需要配置来改变 来平衡或者增长型的资产 明白 其实有关整个全球增长 接着可能 你觉得是不是会继续是增长 还是我说全球 都是面临同样的 那个 那个通胀环境 还是只是美国 因为大陆现在突然还在放水 是开始了 但是如果我看回一些资料 大陆其实都未是真的很放水的 其实我们看美国和非美国地区 那个通胀的情况 都有些分别 因为非美国的地区 其实我们看不到通胀的迹象 或者刚才说的通胀增长的迹象 那刚才说的 第一就是就业情况 美国的就业情况 是比较严峻一点 所以导致于 可能人工会升得快一点 但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 我们看不到这件事情 第二就是 看回那个 我想看回那个 经济增长 其实美国的经济活动 是比其他地区高的 可能是因为COVID的更快 美国其他地区的疫情 都比较反复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两个地区 我们也看到 比如美国之前 我们喜欢看一些数据 就是ISM ISM去到60 其实60 这个是一个很高的 例子 比如我们看到一些 IP的工业增长 到十多个百分比 这是一个很高的水平 不过就开始 我们看到一些回落的迹象 这个美国也好 非美国也好 其实增长率还是很高 不过就是由一个很高的位置 慢慢回落到一些正常的位置 好的 如果我们看通常 通常人们会提到 美国的十年债息 现在十年债息是1.3多 是很低的 那雪上是不是没有预期到 将来会有通胀 现在真的很暂时 就是长债完全不升 长债其实在低位 我们说价格 因为 你说现在十年债 又是1.2%左右 其实它是由一个高位 去到差不多1.8% 1.0% 那个位置 那个 息口这样跌下来 就是债券的价格 其实是升了 但是我想要看回 又是长一点 就是自从去年年中以来 那债券的息口 十年债券的息口 由差不多0.5% 一下子去到1.8% 其实是一个很快的升幅 债券的利率 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家 那时候 为什么会沽债券 就是因为 看到经济开始重启 看到疫苗开始打 以及美国经济开始复苏 那也都一面倒去沽债券 去买一些 譬如 增长 经济 和经济活动挂钩的一些 息口 就是周期股 或者是一些 譬如 资源 那这样 所以其实有少少一面倒了 反而 其实你记得 两三个月之前 其实科技股 大家的配置其实很低 所以这两个月我们看到 整件事又反转了 就是风格 是变了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在一个通胀的环境里面 就是我们会预期的 就是风格转得很快 那 其实现在你说 就是美国债券 就是10年1.2年 其实就是 已经贷入了 一个联储局的一些 就是他们的 譬如会 或者会 2022年尾 甚至2023年 会开始加息 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 其实上一次联储局 做完议息之后 你看报纸 就好像 大家都没有估计 他们会加息 但是其实债券市场 是上升的 就是利率是下跌的 对了 其实说到债券市场 是先过联储局的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就是我觉得 因为你 10年债券1.2% 本来是 就是几个月之前1.8% 你想想 你只是把这些钱 在银行 收到0%的利息 那我买全世界最安全的一些债务 有差不多1.8厘 2厘的话 其实很多 因为联储局还在印钱 所以很多 一些 譬如要配置资产的人 是会放钱下去 那 所以也都是 我觉得 未必完全反映过 那个对通罪预期 但是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 就是我们说 那个 大家的配置 的一些 调整 那我再解释 如何配置 调整 如果是大家 预期 已经加息的话 那 就是 那应该是 买债又买股 就是 就是大家都是想着 继续会加息的话 那不应该买债 那现在大家买债的话 就是预期什么呢 其实债有两个不同的 我觉得 就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 价格 就是你买债的时候 考虑的第一件事 就是当然是那个利率环境 那利率环境就包含了 就是联储局的一个 一个他们的政策 就是他们 他们采取什么行动 那 另外一件事就是 就是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 那 其实 债息 由0.5升到1.8 其中一部分 是联储局 就是联储局 会加息 因为经济好 经济好 你会 结果他会加息 另外一部分也是 美国批准了 或者会进行很多 一些所谓的 就是他们的 刺激经济活动 那这些刺激经济活动 其实是政府的消费 那政府他要印很多债券出来 去筹钱 去进行这些消费 那所以 债券的价格 就会跌 因为你的 那个供应 是会大量增加 例如 来的几年 会有4亿兆的贡用 就是需要去 美国会去印国债去分 或者去 去找数 那 所以 这个 美国印国债这件事 或者长期要印多国债 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那所以 长远来说 美国国债 其实都会是 我觉得都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但是 短期里面当然就是跟联储局的一些决议 或者市场 先联储局的一些决议去走 明白 其实当这个 就是那个 十年债的息率 要去到 1.8的话 那个债价格 真的 很低 那 就是 一个 债价格 价格低 那现在买回债价也很合理 是不是 所以现在 之前是1.3 现在是1.2 所以一个 改变 并不代表一些 就是对通胀的一些看法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有的 就是有的 但是 就是1.8 去到现在 就是我觉得 就是 更是一个 改变 对通胀的预期 对通胀的预期 明白 OK 下一集 我想我是再讲一下 你们究竟是 买了些什么 在铺什么 好吗 OK 下一集再讲 谢谢你 Ziffany 谢谢你 拜拜